黄马内乱继续,主席又揪出两大替罪羊,队长或夫妻离队,投奔C罗上周末的西甲,黄马二比零击败若吕巴拉多利德,暂时止住了连百的颓势,然而银河战舰队内的问题和矛盾,却显然因为这样一场胜利而得到解决,来自西班牙权威媒体《国家报》的消息,在解雇了球队主帅洛佩特吉之后, 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依然继续着对于俊诺部的整风运动,而这次他的目标是球队的两位队长拉莫斯和马赛洛,老佛爷认为,黄马本赛季战绩糟糕,这两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西美表示,早在黄马惨败塞维利亚的比赛,弗洛伦蒂诺就对马赛洛的表现十分不满意,球队丢掉的三个球都和这位巴西国脚有着直接关系, 虽然马赛洛并不是一位防守健常的后卫,但他比赛中散了的态度,却让主席非常生气,而与巴萨的国家得比,老佛爷对于球队另外一位队长拉莫斯的表现也相当失望,黄马丢掉的第四个球,就是水爷直接送给巴萨的乌龙助攻, 而苏亚雷斯的进球可谓彻底摧毁了黄马的心力防线,本赛季,在C罗和奇达内两大更衣式领袖先后离队之后,拉莫斯已经逐渐开始过于膨胀,赛季前他擅自延长假期,推迟归队就惹来巨大争议, 而如今他也因为上轮联赛糟糕的表现被自家人狂虚,浙加西梅甚至直言,拉莫斯和弗洛伦蒂诺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低谷,国家暴风,西道,在弗洛伦蒂诺之下,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巨星能够善终,考虑到马赛洛和拉莫斯都已经不再年轻,如果接下来他们的表现没有任何改善, 相信最近几年发生在老尔·卡西的悲剧,将肯定会在两位队长身上上演,像马赛洛金夏就曾频频与一甲豪门游伦普斯传出飞门,如今随着他在皇马态度散漫,或许老佛爷真的会在明年东窗将其送到一甲,让巴西人与密友·斯罗再度聚首合作。 感谢观看